大家好我是桑嫂 今天来做一道荷兰豆炒腊肠 现在把这荷兰豆的筋摘掉 我们那里叫碗豆 摘好的豆来洗干净 再来拿两条腊 我们家这个腊肠味道不会特别重 也不会特别甜 是不是特别香 再把腊肠切成片 也可以把腊肠蒸一下再切 蒸一下腊肠就比较爽 我们家的腊肠是用羊肠衣装的 上面这层膜是可以吃的 再切一点蒜片 调个六汁 要炒的时候比较快 一点生抽 蚝油 盐 鸡精 淀粉 加入一点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放一盘备用 煮一锅水 水块加一勺盐 少许的油 把它的豆烫一下 烫30秒就把它倒出来 烫一下盐是很脆 另几锅 倒一点油 先把蒜片泡一下 泡之后把腊肠倒进去 腊肠炒出香味 把豆倒进去 翻炒一下 把刚刚调好的肉食也倒进去 把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去锅了 荷兰豆炒腊肠就做好了 清脆爽口 简单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你们想不想吃 想吃除霜你可以直接下单 日系都是非常新鲜的 高烫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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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